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的不是英雄的赞许 而是被判入狱三年 妻子在自己坐牢期间离世 孩子受尽嘲讽委屈 原本幸福的家就这样没了 虽然持续上诉 可这样迟到的正义还有意义吗 妻子没了 孩子变了 家也破碎了 被欺辱 被威逼 孩子被绑架 丈夫正当防卫被抓 人没了迟到的正义又能改变是什么呢 她被人多次强奸的时候正义在哪里 丈夫被多次侮辱的时候正义在哪里 女儿被绑架的时候正义在哪里 她被威逼的时候正义在哪里 当她跳下高楼 重重地砸在面包车上 正义在出现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部电影非常真实 贴近生活 告诉了我们很多以前不了解的法律细节 可同样暴露了在生活中那些因为法律的正义总是迟到 平头老百姓面对这些 迟到的代价便是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这代价太沉重了 有几个人承受得起 坚持得住 如果说这部电影是对老百姓法律的启示 价值观的提倡 难道这些不同样也是咱们相关部门在日常执法 办理同样案件的参考和理解吗 接下来说 第二十条 赵丽颖脸上的性暗示 张艺谋处理过 看懂了后被发凉 在浩瀚的电影《海洋》中 张艺谋的第二十条 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不仅以其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吸引着观众 更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人物刻画 深深触动人心 特别是赵丽颖饰演的角色 他脸上那些难以言说的性暗示 精张艺谋大 诗得巧妙处理 一旦被观众看懂 便会让人感到一种刺骨的寒冷 第二十条 讲述了一个关于正义与法律边界的故事 通过三个交织在一起的故事线展开深刻的讨论 其中 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 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聋哑女性 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 她的遭遇 尤其是那些性暗示的细节 被张艺谋导演处理的既隐蔽又露骨 既保持了艺术的美感 又没有失去对现实的锐利琵琶 影片中最让人心痛的场景之一 就是赵丽颖从屋内走出来的那一刻 她的衣衫不整 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脸上那些难以直视的痕迹 无声地诉说着被侵犯后的无助和痛苦 这些细节 尽管没有直接展示爆 利的过程 但那些暗示性的表达 却让人更加感受到了事件的残酷性和对人性的深刻伤害 张艺谋导演在处理这类敏感场景时 总是能够巧妙地平衡艺术性和观众的接受度 她没有让射 相机直面爆 利 而是选择通过角色的表情 动作和后续的变化来传达信息 这种方式 不仅避免了直接的视觉冲击 更重要的是 它让观众的想象成为了补充 使得这种心理上的震撼比直接的展示更加深刻 在赵丽颖的演绎下 郝秀萍这个角色成为了影片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焦点 她那种似乎要被世界遗忘 却又顽强生存下去的形象 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 尤其是在面对苦难时 她那种即使满身是伤 也要保护家人的坚韧 展现了女性在绝望中的力量和勇气 影片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的情绪共鸣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痛点 性暗是这一敏感而复杂的主题 在张艺谋的处理下 既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 也展示了人性中的光明和温暖 这种对照应 让第20条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面镜子 照见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希望 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 张艺谋导演巧妙地利用喜剧元素和悲剧情节相结合的方式 让这部作品既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又不失观赏性 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 使得观众在体验故事的同时 也能够反思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而赵丽颖脸上的那些性暗示 正是这种叙事技巧中最为微妙 最能引人深思的一环 接下来说 第20条 被朝影版 上春山 赵丽颖压翻又抢C 工作室发声 近日 赵丽颖工作室发布长文回应 有关电影《第20条》的争议 试图平息之前 赵丽颖屡次占C位 作为配角 却在宣传上强压主角引起的风波 说起第20条的这些骚操作 还真跟春晚的 上春山 事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工作室在文中表示 演员赵丽颖还是求学路上的赶考生 听得尽批评 电影的成绩属于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演员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 虽然语气称得上谦逊 可也并没有正面回应质疑 更尴尬的是 赵丽颖主演《票房突破30亿》 的词条已经出来了 粉丝们都在庆祝吹捧 仔细一看 第20条的7亿票房也被算了进去 遭到网友吐槽 赵丽颖在片中的戏份加起来擦5分钟 而四番高夜的戏份都比赵丽颖多 特出变三番到路眼 又成了思维核心 要知道赵丽颖在第20条 宣发全过程的表现 比起《上春山》中的白静婷 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玛丽电影震惊的一番女主 可早在剧组拍摄杂志大片时 赵丽颖就开始稳战C位 高夜和玛丽一左一右围着赵丽颖 完美烘托了她的核心地位 仿佛这部电影的大女主就是赵丽颖 不仅如此 整个剧组包括导演在内 大家一起拍摄宣传海报的时候 赵丽颖依然昂首挺胸坐在C位 甚至还穿了一身颜色非常出挑的白色套装 让人一看照片就能瞬间锁定最中间的她 就算是现场拍摄个趣味照 赵丽颖也是中间的角色 就是说这C位稳固的程度 远比白静廷多战一会儿山头墙的多 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也不难理解 玛丽之前在回应和雷佳音一起让C位给肖战这件去事时就表示过 自己不太愿意占C位 这也和玛丽一贯低调 不爱营销出风头的形象很一致 而赵丽颖作为整部电影里唯一的流量明星 习惯享受C位光环了 就是不知道总站在这么一批实力派演员中间 赵丽颖会不会也有了动力继续提升自己演技 可惜从结果来看 剧组这一营销策略完全是方向错误了 第二十条 在春节档竞争中不仅没能站到先机 票房直接被热辣滚烫 和飞驰人生2甩出了几条街 剧组这才慌忙调整宣发角度 开始吧 女主玛丽作为电影卖点 观众们才知道 除了反复宣传的赵丽颖苦情戏片段 第二十条 还是有喜剧成分 甚至占比不低的 而玛丽的国民度和票房号赵丽 也得到了完全的展现 第二十条 开始实现票房逆跌 不过有关赵丽颖 抢C位 宣传过多压主角 这样的争议依然存在 又是玛丽出面在路演现场做出回应 演员们私底下关系非常好 希望大家不要搞事情 只能说这波谁的格局大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其实不管明星们是拍电影还是演节目 都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过于抢求出风头也只会惹来争议 希望以后上春山 这类事件还是别再发生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